再来到的这里是南越的河宫馆 而这里呢 也是当年蒋介石开军事会议非常重要的地方 当时在抗战时期 有四次南越的高级将领会议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中华民国 我们的青天白日软地和我们的这个国旗呢 依然还是高挂在这边保存着 包含国父的这个遗像 蒋介石和宋美宁 他们在这边开军事会议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一个插曲 我们先来看这个墙上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1938年11月5号的时候 蒋介石在南越准备要开军事会议了 这个预备会议 四军的轰炸机呢 开始轰炸这个南越附近 也就是魔镜台附近这个山区 就是要置蒋介石于死地 那于是他那时候呢 蒋介石夫妻呢 他们就从魔镜台的一个 非常神秘的一个通道逃连 那这一个逃生的这一个洪洪洞在哪呢 答案呢就在这两个衣柜 好我们先来开这里 OK 嗯好没什么都普通 再来第二个衣柜 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是中空的 然后它有一对活动的这一个门 关上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衣柜 但当时一打开就是一个紧急通道 我现在从那个防洪洞走出来 而当年蒋介石夫妻 他们也就是从这个伪装成衣柜的防空通道呢 逃出来逃生 然后躲避日军的追击 而墙上这张照片呢 就是当时拍摄他们夫妻的 从这个防洪洞逃出去的画面 都是最临烈的 第五支 那么脱退